我们现在是在波士顿 跟著名的作家姚鼠平老师 做一个访谈 这是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欢迎大家观看 姚老师您好 您好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0号了 我们最近得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从国内传出来 就是说根据您的长篇小说 《他从东方来》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 都现在已经得到批文 那您能不能简单地谈一下 您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这个长篇小说《他从东方来》的 《他从东方来》实际上 我对《一丈华公》的情体 我知道他们那就是41年以前 1980年我在北京 我让一个机会知道 然后呢 以后我就一直就关注这个群体 因为他们确实是一个弱势群体吧 没有多少人 那个国家历史上没有 教科书上也没有 文学作品也没有 所以那个收集资料也比较难 我后来就是一直这么多年 一直在关注 在80年代末尔我曾经写过一个 四万字的电影剧本 就叫《他从东方来》 但是那个时候 对一张华公的资料 掌握太少 所以我始终没有拿出来 一直到2011年 就是台湾新云教育基金会 他们举办了一次全球华文文学新云奖 那个全球华文文学新云奖 其中第一项就是历史小说 然后呢 我就激起了我的这个 给以往的热情 然后我就是给他们投稿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字数 是12到14万字 我就写了13万字 有一定的截止日期 9月30号 随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写了13万字的一个投稿 当时的话呢 我的那个那个 这个长篇小说呢 就叫《他从东方来》 当时呢 获得了那一届的 他那个 获得了那一届的 这个历史小说 佳作奖 也是历史小说 唯一的一个获奖作品 那么那个 之后我就感觉到 不那个 没有尽兴 因为这个比较仓促的 字数和时间都有限 结果后来两年 12、13年 我又继续的话 收集资料 在14年 就是北京的精神出版社 就出版了 这个长篇小说 就是《他从东方来》 这就是后来 大家看到的那一本小说 那么这本小说的话呢 就是 还是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那个也给我很多的激励 后来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听说是有一个影视公司 一个制片人 他是连拿到了这本书以后 他连读了三遍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拍这个 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拍那个电视剧 就是40级电视连续剧 然后去年12月 那个广电局就已经批下来了 但是后来他们觉得这个是个大制作 因为很多的话 我们需要做那个 我们需要 战争场面 对 我们需要这个大石井 那个要有战争 要有国外 俄国和那个法国 因为我是写了东线和西线的 这是和很多那个研究者一样 很多研究者他们专注在西线 那个对东线的话 那个整个的来研究的少一些 结果后来的话呢 就是说我的这个小说呢 就是一开始就是说东线西线 两个男生兄弟 就是说 去应召华工 但是中途是分散 一个是到了西线 应召英国的 一个是东线的俄国 就是说 所以我把这个东线西线都提到了 然后在那个 在那个2014 就是去年 2020年的时候 他们决定拍电视剧的同时呢 就感觉到要搭这个俄国的井和法国井 要搭一战的这个战争场面 那个投资相当之大 就觉得说广拍这个电视剧嘛 那个也有点那个就是说遗憾了 就是说所以他们今天决定同时也要拍一个电视电影 所以今天夏天我给掌管 是一套一般演员是吧 演员 现在原则上是打算是一套 一套演员 可能电视剧会有另外的 还有那个导演是不是还会参加 大家不知道反正现在电影的导演基本的就是一个是广府 一个是康盈啊 两个都还是都是少庄派的这个比较得劣的一个 所以话呢这个今天的话呢这个广电局的话呢 对电影也基本上十月份也批下来了 所以话呢现在就是所以话大概很多人都从网上就是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啊 那编剧谁来担任呢 这个电影剧本就是我写我写的剧本 我今天就是因为就是因为完成这个剧本 那个广电局他一定要看剧本他才他才那个批那个 你以前也是很有名的电影李世光的编剧 对那个那个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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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40年前呢 就是79年的事情 那您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那还是不一样嘛 那个小说可以尽兴一点就可以放这个写的周全一点 那个电影剧本的话呢 他因为他要是讲各种场景对白就是人物动作嘛 还有人生测中这些方面 就是心理描写就少了 对对心理心理描写的话 场景描写的话呢 就只能说就是少一些 但是这个电视剧又不一样 电视剧的话呢 又因为他40级的电视剧 所以话呢他实际上我去年的话给他们写的一部分 不过后来工作量太大我感觉到我 对对对对 我我税数太大了 我觉得我承担不了 我给他们写了这个就是说人物简介 那个内容大纲 还有电视剧的前面的一些 那个那个 写了大概八九集吧 那个写了一部分 所以后来我就说让他们的编剧组去完成吧 这个工作量太大 要40万到50万字 对对对 不是我这个岁数能够完成的 所以话现在下面这个工作量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大制作 是百年前的 已经开拍了吗 没有没有 这个的话只能说上面披下来的话 底下就开始要在方方面面 基本要完善那个要融资 要准备搭情 然后那个就是从美工开始就设计 然后演员要要要要要 他们需要首先要恶补历史 对 因为都是百年前的事情 要要要要要了解这个历史和社会 那个所以非常大的工作量 但是这个 而且现在的话 整个的形式的话呢 也不是很那个拍这种东西 也不是很容易 另外的话 这个的话因为是 那个 就是集中在一战嘛 所以我原来书里头有 西班牙内战和二战 基本上都拿掉了 嗯 还有一些 一些枝节的一些问题 就是现在社情不适合的话呢 也会 也会那个 那个 淡化 所以的话呢 跟小说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对 但是同时国内和 希望是在国内也会再版 因为这个书原版已经没有了 那么也会再版 然后可能在我们在海外也会有繁体字 也在出版 配合着这样的一个 对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工程 是是是是 这样 好 所以话大概要两三年嘛 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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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程 恭喜姚老师 恭喜姚老师的小说马上将会搬上一幕 我们波士顿地区的华侨也非常为您骄傲 也谢谢您辛苦的创作 让这些华工的历史能够被大家永远记得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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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OK